透过我们所理解的佛法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转我们自己不清净 或者是 我们其实讲十二因缘 缘起开始就是无名 这个无名 其实我们是常常是在这种 不知不觉的无名当中 所以透过般若经的学习 是帮我们从观念上面来建立 建立正确的知见 来看到我们的人生 来进行 来看我们自己在每一个当下 怎么来安顿我们自己的生活 那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照顾的身心平稳的时候 长远累积来 其实我们迈向未来 不仅说未来式的生命 其实现前当下的生命 也就能够可以改变了 好 那我们今天我们还是 由于这部人望经里面 有一个奉持品里面 也有提到一个陀罗尼咒 那还是一样的 我们稍微静坐一下 邀请大家一起来静坐一下 那我们就来一起送持这一部的陀罗尼 那这个陀罗尼其实又有一个名称叫秘密真言 这些其实是梵语 那其实这也就是佛法当中一个非常殊胜的修行法门 透过秘密真言 透过咒语的词送 我们的嘴巴送 耳朵听 心中的意念 我们不一定 就是这个其实是佛经的翻译的其中 不翻译的其中一项 就是不确切的去把整个的 这个发音的意涵去翻译出来 但只要我们能够一心虔诚 那其实每一个秘密真言里面呢 其实它就代表着 诸佛菩萨慈悲 无量的慈悲 无量智慧的力量 让我们的心可以来跟佛菩萨的慈悲 智慧来相感应 那就能够把我们从无明的心怎么样 透过一次一次的来词送 让我们的心回到跟佛菩萨相应 那自己的心呢 也可以把自己原本就具足的 这个佛性 清静的心 慈悲光明的心给开发出来 那我们就先稍微静坐一下 两分钟 身体坐正 臀部坐椅子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背部挺直 头顶天 下巴内收 牙齿轻轻扣住 舍间轻轻扣住 上额 过去不想它 未来也不用去意念 念念地专注在 现前当下的每一口 吸气跟吐气之间 感谢 有数损知 有数损知 在下巴内收 两分之一 能够 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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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惊人的这样的 这么高的大楼 就瞬间几秒钟就 就真的这样垮了下来 那想想我们其实 同样生存在地球 我们不同的地区 我们体验到每一个当下 都有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的变化 也有自己不同的身心的变化 那和其的幸运 我们生活的周遭 还是这么样子的安详 那我们能够运用自己 还有这一口呼吸在的时候 更要好好小心地 来护念自己的善心 做自己的心的王 那我们常常是心都没有办法 做自己的王 做不了主 那想想看 其实当灾难来临的时候 如果我们身陷其中 其实我们不太有什么选择 那当我们在生活平静 安逸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不满意这个 不满意那个 是不是我们 其实这样的心态 把我们的生命 这是好用的太奢侈了 那常常呢 其实也讲说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也提醒着我们 其实我们现前每一个当下的安逸 每一个当下的这种平静 其实都是得之不易的 随时无常都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 那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 感恩每一个当下 那我们能够学习佛法 来认识自己的身心 然后也更能够了解我们外在的环境世界 那我们会知道 其实外在环境的世界呢 非常多 其实在我们佛法的修正里面 教导我们的 其实外在的环境 都是我们自己心意识的投影 那一切都不是存在我们的身心之外 我们存在我们身心之外的 我们的业力不相感应的 我们也感受不到 那我们之所以能够感受得到的呢 也就是我们有业力相感应的 那在娑婆世间的可贵呢 它是一个堪忍的娑婆世间 它有无尽的苦难 但是呢 也有什么甚深的妙法 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些苦难当中呢 让自己呢 从一个被动的受报者 而成为一个主动的还愿者的时候 那我们在每一个当下 经营好自己的内在 那从内在来经营起自己的人生 那其实真正人生的幸福跟快乐 还有生命的品质呢 是决定在我们的内心世界的 那这也就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来修学佛法 虽然尽管可以看到 在特别在《般若经》里面 甚至于在娑士的经典里面 都有非常多的名项 那也非常清楚的这些科判 那教跟官都教导着我们 其实呢 是要怎么样 学习着教理 然后呢 官要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 每一个当下 我们的心念可以齐观照 那慢慢的我们就可以 所以从无名到明 恢复到我们自己本来的 清净的智慧慈悲的心 那所以这也就不是只是在做 佛学的知识学问而已 而是透过这些文字的般若 来帮助我们 来对生活起真正实相的 从观照 然后呢 到能够真正的意志实相 来活在念念的 不离我们自己的空性智慧 念念的都能够在我们的慈悲 跟智慧的这样的一种 信念当中呢 让自己可以安全的度 就是承载在这个大圣的周法上面 也可以怎样 随缘的帮助跟我们有缘的 一切众生都可以有这个 般若的周法 可以一起的往前进 然后呢 往下一期的生命来迈进 好 那我们继续来谈 其实上一次呢 有分享到 其实提到 整个阿罗汉 我们从初国 二国 三国到四国呢 总共有四国事项 那在 虽然他的修正里面 有这么多的层次 但是呢 都不理 我们往内心 来陶冶自己的 好 都 其实是要从我们自己 怎样 我们的心地里面来做功夫 那在波尔经里面呢 就有提到的这个 其实三德 在不同的经典 也有提到不同的内涵 跟意义 那我这边呢 就是先揭露了 提到的这个三德里面 我们其实在 经典里面提到有 这个探德跟功德 其实我们的功德 常常 我们其实应该很熟悉的 常常就说 到寺院做义工 也是什么 来修功德 然后呢 帮助别人呢 或者是我们做好事呢 或者是我们常常 怎样 有互念到他人 我们就说 这个人啊 怎么样 很有功德心 其实呢 这个是 是不是物质上的东西啊 其实讲的是 赞扬那个 那个心的作用 去利人的作用 那我们在功德里面 又可以细分 功是怎样 好像失误 我们可以跟别人 一起来分享 我们所拥有的 或者是说 哪怕即使 其实圣言师傅 能跟我们讲 我们其实出家修行 是怎么样 借施主的香花 来修自己的功德 那我们其实出家 在寺院里面 学清净的法 修清净的法 那我们也透过 要净化自己的身心呢 来怎么样 来红传佛法 然后呢 再把这么好的佛法的教导 来供养给所有一切 其实我们常能办法 会讲到的是 明阳两立 所以也就不是 只有人道的众生 包括其实 三恶道的众生 那其实就是都能够 受到 聆听到佛法的感化 教化 而怎么样 得到超度 这个超度 也就是能够从苦 然后到离苦 那到离苦之外呢 更不是只有到离苦 就停止了 还有怎么样 有菩提心 起大悲心 来救度众生的苦难 所以其实在佛法里面 我们从每一个名词里面 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面向 来再更深的去解释它 那得呢 这个是就是 当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 那什么 得归籍 这个我们得到的快乐呢 还有其实培养出来这个美德呢 其实是谁感受到 还是自己嘛 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 那其实自己 无所求的能够 无所求的付出的时候呢 其实在付出的当下 所以说我们其实中国人也常讲 施比受有福 对不对 你其实常常让自己 可以成为是一个 不失的人 供养的人 那你在不失跟 供养的过程当中呢 用一种无所求的心 来就是真诚的来分享的时候呢 其实内心得到的这种安乐 这不是金钱买得到的 这也不是外在的物质 能够换取到的 那甚至于 我们其实在华燕经里面呢 也有句话 叫做什么 面上无称 供养句 就是 其实 我们要修的供养呢 我们可以做的分享呢 不仅仅只有物质上的 那我们还可以怎样 哪怕只是对人的一个微笑 然后对人亲切的一句话 亲切的一个问候 我们就像是怎么样 面上无称 供养句嘛 我们就像是在修什么 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真诚的 这个 慈悲的心 因为你内在感觉 自我已经怎么样 很满足了嘛 你不需要透过外在 得到外在的物质 或者是呢 获得外在的什么名利地位 才去感到这种内在的喜悦 而是在于 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当中 这个当下的平静安乐 我们已经感到相当的感恩 甚至于满足 这个内在的安乐 就不是金钱能够来换得的 那我们又能够 实施感恩 这样的一种喜乐 那内心呈现出来的状态 你随时随地都怎样 人家骂你 你也觉得感恩 为什么 因为你内在 你有智慧 你不被别人的批评 不被别人的这一种恶言 然后呢 自己的智慧具足的时候呢 会不会去在意他呢 能够随喜 那其实在佛陀的时候呢 也有过一个故事 那就提到说 就是也遇到一个外道 他其实是不断地这样在 批评谩骂佛陀 那佛陀呢 在听的过程当中呢 一句话也都没有回应 然后呢 旁边的人就怎样 焦急了 就觉得说 哎呀 佛呀 为什么 他这么样子的毁灭你 来污蔑你 那你应该要跟他反驳的呀 因为实际上呢 他其实是用他自己 个人的这一些 偏差的 之见 偏差的想法 来论断佛陀您的所为 那佛陀怎么回应呢 佛陀不急不虚的 他就讲了 其实呢 我们听到了任何人给予的这一些 赞叹或者是批判 那我们 其实就好像别人送给我们东西 那你不去回应 你不去理会的时候呢 就好像怎么样 别人给的这个东西 我并没有去接受它 那自己不受影响 那这个礼物是怎样 还还归到给出来的那一个人 这个其实呢 也仅仅的跟我们修行菩萨道相关 叫做什么 这个菩萨为因众生为果 我们其实修行菩萨道 我们只要为自己的因地来负责 那相信的 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 有人呢 用不善的语言来针对我们 甚至于呢 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呢 有不善的供给批判 那其实有时候会是怎样 越说越怎样 越不明 那其实当大家要论理的时候呢 谁都可以搬出一套道理来 但是这个跟解脱相不相应 跟除烦恼相不相应 恐怕只是会让自己是更加 增加更多的口舌之争 然后呢 对对方呢 其实呢 他可能也会为了他自己的想法 而距离力争 那所以咯 回到我们真正的心持面的时候啊 这也就是什么 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要修炼自己的六度菠萝蜜的时候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 在北美地区 这边是白天对不对 然后呢 在南半球呢 是晚上 那我明明说我这边 我看到的就是外面的太阳高高怪啊 那是日正当中啊 但是呢 在南半球是怎么样 是整个黑夜啊 所以我们其实所体验到的环境呢 其实都是非常的主观的哦 从我们自我的立场 从我们自我的角度来看待的 那所以 佛陀都教导我们是什么 最究竟的啊 那这个究竟究竟倒是什么 从过去 然后到现在 到未来 所以过去 现在 未来 其实呢 没有所谓的时间的分割 那我们时时刻刻啊 清清楚楚的在每一个当下 安利在每一个当下 师父给我们的话语提醒的是叫什么 当我们念念的能够在身心 让我们能够在当下的时候 我们就跟未来 跟过去同在 所以呢 我们常常信念啊 会掉在过去 想要去解决过去的事情 然后呢 想要去思考 未来的问题怎么去预防 那结果呢 现前当下可以好好的做的呢 就没办法专心一意的 好好的去处理 所以 这个 我们从理解之道 过去 心圆过去 然后心 单着于未来 都是什么 都着于在什么 都不是在踏实的每一个当下 那师父带着我们 来实践禅修 那我们踏实的 你的身在哪里 心就能够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在每一个当下 就是在处无名 然后呢 就是在修智慧 就是在修慈悲 所以 过去的问题 不需要信心恋恋的去耿怀他 然后未来还没有到 也不需要去担忧他 那我们只要能够 好好的专注在当下 我们能够清楚这个当下 该怎么样子 安住我们自己的心 那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当下去照顾好的时候呢 每一个心念 每一个心念照顾好 我们的未来呢 一定可以朝向无限光明的 那所以其实 光是从功德 其实呢 还是从哪里来 其实从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 心地的功夫 然后 这里再提到的断德 探德呢 是又有分这个 有为的跟无为的 智德呢 是有修 这是什么 我们其实 还在凡夫地 那我们知道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佛性 其实跟佛无恶无比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分分秒秒 每一念每一念 刹那当下 我们自己的身心 是不是常常被自己的烦恼 是不是常常在 看到别人 然后呢 自己生起烦恼 还在怎样 还在怪罪别人 好 我们会常常因为别人而生烦恼 那常常这个心是怎样 往外的 那这也就是我们谈到的 这是有漏的 其实就把我们这个六根 能够具足来修的 这个无量的功德呢 怎样 把这个功德才都给漏掉了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来修学智慧 那清楚知道 每一个当下 当我们离分别 意识性的时候呢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智德 能够透过我们持续的修炼 而来增加它 来提升 那无畏的功德 断德以正 这个断德指的是什么 烦恼以尽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这一些迷惑的心呢 那我们自己都能够怎样 去断除它 那所以我们在 断除烦恼的过程 那又可以分三个阶段嘛 叫做什么 知烦恼 服烦恼 然后呢 到真正的断烦恼 那这个断烦恼呢 其实在修的就是这个无为的功德 那举例说 我们来当义工 这个是修什么 这修功德嘛 那如果在做义工的过程当中呢 心里想 哎呀我又不是为了谁 我只是纯粹的帮忙 为什么这里也要被念 那里也要被怎样 被批评 那我干脆怎样 我不来了 好我们常常会遇到 有义工会来跟法师 怎样告诫 因为在来帮忙的过程当中 其烦恼心 就觉得 哎呀这个不完了 不来了 可是其实呢 这个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在修无为的功德 哎我们啊 其实在大圣的祭堂里面 师父让我们有这么多的 这个福田 我们有法谷山 透过法谷山 有这么多的教育事业 红法事业 大家来参与 就是怎么样 来耕自己的福田 那但是呢 我们不能只有耕福田 就像农夫一样嘛 农夫想要种稻 你想要收割 对不对 你要养到这一些稻米 能够成熟 能够收割 你需不需要了解这些稻米 他需要怎么去照顾他呢 你需不需要知道 什么时候该灌溉 你需不需要知道 什么时候需要试肥 看什么样的季节 然后呢 给予最适当的照顾 然后呢 春更嘛 然后到秋天才能够收割 对不对 冬季呢 才能够藏嘛 才能够把它给 出藏起来 那其实 我们来修这一片大福田 大功德 也一样的 我们发心发愿 觉得哎呀 佛法这么好 然后呢 很多道场里面的 师兄师姐们 大家都和来可亲 但是呢 也会遇到怎么样 也会有遇到严厉的法师 也会有遇到严厉的 这一些师兄姐嘛 那这个时候呢 不是遇到了严厉的师兄姐 就怎样 哎就退缩了嘛 或者是别人来批评 我们怎样 我们就放弃了嘛 而是要怎样 在别人的批评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自己 可以成长 可以突破 可以进步的地方的时候 哎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修自己的智德了啊 那所以 就是在法谷山里面 我们其实是借由着服务大众 来怎样 发心为人服务 不求回报就是在修什么 菩萨道嘛 可是这个菩萨道呢 怎样 不可以盲目的修嘛 盲目的修就变成是怎样 哎 自己就是赚了一身什么 本来其实是来赚功德法财的 结果呢 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断自己的无名烦恼 或者是去调解自己的无名烦恼 然后呢 就是这个断德哈 没有去正自己的断德的时候呢 其实 嘿 就是一把成金的火就会怎样 哎 烧了功德灵哈 所以其实 我们常常可以在 啊 就是文献里面哦 可以提醒 就是都在提醒着我们哈 其实往外努力的去修布施行 可是呢 我们对内自己怎样 自己也要去觉察自己的烦恼 自己的无名 自己的起心动念处哈 到底是跟菩提心相应的 还是跟什么 哎 这个生死的烦恼心相应的 哎 这也就在我们随时哈 每一个当下 心心念念之间 我们必须要什么 我们必须要起一个关照的力量哦 他怎么样 他才会发挥效用的哈 那哎 这也就是在我们 其实 嗯 整个在佛法修行的过程当中哈 可以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很多的 这些历代的祖师大德们哈 甚至于这些啊早期的跟着佛陀哈 非常有修正的这一些弟子们哈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一些修正的历程哈 没有一位哈是怎样 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的哈 都是什么啊 这个百千万个磨难哈 但是呢 当他们经历在这一些磨难当中呢 他们长养自己无我的心 断除自己无名的这一些啊 或哈 无名的这一些烦恼 破业 然后呢 来修正哈 那慢慢的自己的内在 透过外在环境的催炼 内在的这一些无名或 这一些的自我中心哈 慢慢的去消融之后啊 那可以体会到的 其实自己真正的本来面目呢 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那其实师父在菩萨行里面 为我们的勉励哈 要我们修大圣菩萨道啊 怎么样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啊 然后呢 若是众生能够得离苦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的苦怎样 也得到安乐的哈 所以这个是其实是最划算的投资哈 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生命呢 用在怎样 服务他人的过程当中 可是这个是前行哈 这不是正修哈 正修是怎样 在服务他人的过程当中 你的信念是回到内在自我的绝照 然后去了解自己的无名业 自己的烦恼业哈 然后呢 可以用上智慧去修我们的智德 然后呢 可以用上智慧的剑 去断我们这些无名阔 然后呢 这个哈 就是恩德 其实讲到就是众生 救度众生的愿力哈 然后呢 而予以众生以恩惠之跟恩德哈 予以众生恩惠之德 其实这就是师父教我们的菩萨行嘛 对不对 我们透游着服务众生 但我们还怎样 还感恩哈 这些众生需要我来为他们服务 而不是怎样 而不是我来救度他们哈 所以其实在般若经 金刚经里面提到的 佛说法救度了一切众生 但是他的内心里面 有没有众生可以度 没有啊 他的心中是怎样 他就是发挥 佛本身就是 大自在哈 大慈悲 大愿力 大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在做意着哈 所以他并没有认为 他救度了多少的众生 可是实际上呢 他有没有救度了 我相信我们都有感觉到哈 自己得到了佛法的 这种甘露滋养之后呢 自己的身心 我们比较不一样了哈 自己回到自己的 呃生命当中呢 哎慢慢的自己懂得去 照顾好自己的内在状态哈 那调整自己 改变自己 甚至于呢 对多对其他人呢 会有更多的同理 慈悲的心哈 那在这个 里面谈到的这个三德哈 智德 断德 恩德之后呢 再配上什么 法生 报生 应生哈 这三种 然后呢 这个同时的智德 智断两个德呢 都能够具备有 我们自己可以受益 然后呢 我们自己可以实践 然后呢 帮助我们自己可以觉醒哈 那在恩德当中就是利益他人嘛 然后呢 能够赌化他人 感化他人 然后呢 帮助他们 他人也能够 就是在这个觉悟当中 他可以有达到这一些的功能 所以其实我们在修学佛道 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内学 我们的一切世间的这一些智慧 学习才能技术呢 叫做外学 那我们修学佛法呢 成为内学 也就是充实自己的内涵的 那这个跟修学世间法 大家说 哎呀 那我学英文啊 我学各种语言啊 我学各种的技能啊 也叫做充实自己的内涵嘛 但其实我们在佛法里面 讲到的这个内涵呢 是绝对是跟什么 哎 跟去关照自己的智慧 关照自己的什么 哎 烦恼 能够降服自己的烦恼 能够断除自己的烦恼相关的 所以在佛法里面 谈到的这个内学呢 不是只有增加自己的记忆才能 而是呢 能够让自己的心呢 能够朝向着 烦恼 渐渐的消除 然后呢 智慧越加的能够开发 然后呢 更重要的在菩萨道当中的实践是怎么样 我们更心心念念的 是对众生的恩德 其实我们不仅 我们从修学佛法当中 自己内化改变了之后 我们来怎么样 服务一切的众生 来报众生的恩惠的恩德 我们对众生有恩德 我们也感受什么 其实众生对我们有没有恩德 举例说 我们都觉得在清明时节 我们来参加法会 我们来做这些修学法会的功德 我们是怎样 来超度我们的历代仙主 来超度我们的冤亲债主 那其实在这个超度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历代祖先 我们的这些所谓的冤亲债主 得到了我们这一些修学佛法 行持佛法的力量 其实真正他们得到的力量的来源 来自于哪里啊 来自于参与的这个人 来自于修供养的这个人 他真诚的信心 他的愿力 然后他的实践力 你如果相信 你越相信你做这件事情 能够真正让你的祖先得到救度 那才会有用 那如果你觉得你只是怎样 就是反正大家做 那我也来做 可能这样子会有力量吧 那这样子的力量呢 怎么样 会小于具足的信心 所以其实在地藏经里面也讲到了 我们为 就是看起来是为往生者来送地藏经 所修得的功德呢 具足七分 实际上我们回向的对象得到一分 然后呢 做的人送经的人得到几分 得到六分 其实不是只有送地藏经是这样而已 是我们其实在修学一切的这一些佛法 解脱到菩萨到 其实都是一样 真正最受益的人是谁 就是实践的这一个人 所以我们又称为 其实佛法这个叫 我们就是行者 什么这个行者不是一个名词 而是什么 我们的内心依止着佛法的教导 然后去行使 去实践的这个人 然后呢 当你用佛法的实践的教导 来行使 来实践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得到新的转化 然后呢 进一步 我们就从什么 从一般的行者进入到什么 人嘛 我们在人王经里面所提到的 人呢 就是什么 慈悲的心 我们的心会朝向着更加的人词 然后往了更加的有智慧的方向来陶冶 所以不同的接次 行者照着做 然后呢 我们当就是这个力量 能够往自己的身心里面去内化 去受持他 然后往往或者我们彼此的牵称 就会称为什么 忍者 这个我们可以在 师父其实在早期 从美国跟台湾两地 三个月三个月往来的时候 当师父在美国的时候呢 他就都会一些加书给我们生团的法师们 那我们其实也都有看到这一些俗信 那师父呢 都会怎么称啊 就是某某忍者 就是其实呢 称呼大家都已经是怎么样 向佛道 向善 善良的善 向善道 然后呢 还有向上 向上提升 这样的道路 在提升自己的 在净化自己的内心世界 相符自己的无名烦恼 在提升自己的内在的内涵 所以 就 有非常多的这一些 不同的 接次 但是呢 其实他的方向跟目标 其实都一样的 好 那 之前呢 谈到的这个阿罗汉 有分到 有到 这个 四国跟四项 那其实他的内涵也非常的多 那我们可以 总就是 把它简化成 大概就是这个三个方向的意涵 那 正道的阿罗汉国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到正道的四国位 他所具备的三种意义呢 是什么 第一个是杀贼 然后第二个呢 是应贡 第三个呢 是无声 那你说杀贼 我们佛法不是不能 什么 不能犯杀戒吗 为什么叫杀贼呢 我们讲的这个贼是什么 我们来了解一下 杀进九十八时的无名烦恼 就是烦恼之贼 其实 在佛法的修辞里面 我们讲到的贼呀 就是什么 又有另外一个说法 叫我们这个 颜耳鼻舌生意呢 就叫做六贼 为什么 他把我们本来其实聚足了佛性 本来聚足了这个慈悲的心 圆满智慧的心呢 当我们的心是在无名当中 作义的时候呢 他就怎样 他就变成了是烦恼贼 然后呢 来偷掉了我们可以累积的 这一些功德法财 比如说像观世音菩萨 他是怎样 此眼视众生 福聚海无量 但是呢 我们每天 每天的 这个日与夜的生活当中 自己可以检视自己的内在状态 常常有没有此眼来视众生 还是我们 我们用的是什么 用撑眼 然后看到的都是怨亲在主 所以其实我们在佛法的修行里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视内心的品质的 随时随地的 其实到我们可以算到 其实在佛法里面归类烦恼 总共可以有98种 那这些 就是什么 98时的烦恼之贼呢 都能够杀尽 就是阿罗汉呢 他已经怎么样 不会被这98种的烦恼所困扰了 所以呢 他已经永远都断除了这一些 会偷窃自己的这一些功德法财 累积自己的功德法财的这一些烦恼贼 所以都已经杀尽了 所以大家想 这个杀并不是什么 拿着刀 并不是拿着这个武器 对外去砍外面的这一些盗贼 而是形容呢 当我们这个六根失去了清明的绝照 清明的心 离开了智慧跟慈悲的心的时候呢 就有什么 很多的无名的烦恼 那其实就是这个时时刻刻 都让我们自己活在这个三界的火灾里面 没有觉察到 然后呢 继续的在造烦恼业 然后结果呢 其实本来很珍贵的 我们投为人生 这么好的报身 是最适合在六道里面 其实最适合来修持佛法的 来累积功德的 可是呢 在这个凡夫 如果我们自己 不请家用功的时候 常常啊 我们可以累积的功德财呢 都被这些烦恼贼给偷去了 所以 就 我们才需要就是真的 时时刻刻的 要 回到自己的内心去绝照 要怎样 去用自己的智慧之剑 去来断除这一些 违系 从初到违系的这一些无名烦恼 那以阿罗汉来说 他已经怎么样 已经断除了这一些 自己身心五蕴 所造成的烦恼了 可是呢 他还是有什么 还是有对于法的执着 还没有断 那 但是他其实是 如果以自己的 就所谓的所作一半不受后有 他自己就不想再受身了 如果不发菩提心来度众生的愿 他就觉得怎样 赶快了脱这一起生命的生死 然后呢 永远不要再回来受苦 世间受报了 那 他的烦恼 自我的这个身心五蕴的烦恼呢 都已经断除了 所以 又称为杀贼 杀贼的 已经圆满了 那另外呢 第二个就应供 就是什么 他已经看受 能够接受三界人天的供养 那 其实在四十二章经里面也提到嘛 我们其实在修的供养 怎么样 是提说 当我们其实供养的对象呢 当他修正的层次是越高的时候 我们所得到的供养 修供养的功德 也相信的是增加的 所以 增到的阿罗汉贵呢 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受人天的供养 那我们也在很多的这些高僧故事里面呢 高僧传里面呢 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很多什么 有天人 当这一些大德法师们在精进修行的时候呢 他们不用去外面脱波 然后呢 只要他们能够精进的来修行 断除自己内在的烦恼 发起菩提心 来希望用自己实际来修持这些佛法 来度众生的时候呢 度法界的一切众生 然后呢 怎样 这个本来寺院里面都快要 米康都快要 没有了 然后呢 就会有一些因缘的变化 然后呢 你就有人送供养来到寺院里面了 所以其实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这一些高僧传里面有看到 本来就是这一些 就是寺院里面 就是米没了 粮食快没了 那但是主事者也带领的大家 要精进的来办到 所以这个师父 也有为我们留下了一句话 叫做什么 道心中自有衣食 好 只要我们心心念念的 我们修为大众的福德 来修供养 来服务大众 帮助大众能够来学习佛法 但是呢 这个前行 然后还要这样 具足的内涵是要怎样 自己要往内心断除自己的 贪嗔痴 慢疑 这些无明祸 那当我们都能够心心念念的 往自己的内心去修自己的这个断德 断无明祸的这一个功德 其实 道心中自有衣食 然后呢 下一句话是什么 衣食中无道心 所以自己 不仅在寺院里面用这样的话 来警醒着我们自己出嫁重 再嫁重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做呢 道心中自有衣食 衣食中无道心 就是其实也鼓励大家 佛法佛陀其所体正道的 这个这么大的无量无边的这一些福德 那不仅仅是只有在寺院里面而已 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寺院看成是什么 就是一个办教育的场所 那大家进到寺院里面来 来进化自己的身心 来了解 来学习自己的无明烦恼怎么样去转化 怎么样去断除 这内在的这个 自己内在的这个 自得断德 甚至于来护念众生的这一些恩德 对己跟对一切众生 都可以这样来行持 那看起来是有寺院这一个 这个形体在 但大家知道我们其实从人间佛教 几位大德法师们的努力 一直在推动的人间佛教 那圣师父更是叮咛着我们 这个这个世界上啊 怎样 只要有一个人 然后呢再实践着法古山的教导 那里就是法古山 那代表的是什么 法古山呢 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山头 不是在台湾的金山而已 而是什么 依止着圣爷师父给我们的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的这样的理念 来自我提升来帮助他人 用这样子的理念来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 我们处处都可以怎样 建设人间的净土 而那里呢 也就是法古山 所以我们从外在具象的这个有形的这个 寺庙的这个建筑 那但他绝对他只是一个狭义的定义而已 说这个是寺院 那回到了法古山的道场 叫做回来的法古山 但其实大家更要心心念念的 我们去体会师父对我们的叮咛 师父并不是要怎样 在整个全球世界各地 到处都有法古山的道场 有什么 有形有象的法古山的道场 那是其次的 那重点是在于 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听到 师父所带领着我们推动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降法古山的理念呢 我们都可以在怎么 自己所处的身心当下 我们都可以去实践它 那就是在我盖我们心中的法古山 那就会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提升 还有呢 我们周遭环境的改变呢 有非常非常积极的意义 那所以在公司里面上班 跟同事跟老板互动 那在你的家庭环境里面 甚至于呢在学校的这个环境里面 那这也其实为什么 圣言师父有进一步的提出什么 心六轮 对不对 我们其实所有的角色 都是跟着我们这个身心 所处的每一个当下的环境 跟空间在改变的 但是呢 我们的慈悲心跟智慧心呢 如果我们都把它 就是无命烦恼都断除了 我们时时刻刻呢 都是跟着自己的清净的智慧心 跟慈悲心相应 而起作用的时候呢 那里就会是我们清净的道场 所以在水路法会的时候 在前年嘛 我们的一个主题又叫什么 我在哪里 净土就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聆听了这么多的佛法 那更重点是要勉励自己呢 要在生活当中呢 在心心念念之间啊 就去把自己内心的这一片净土 给盖起来 那同时呢 这个净土里面呢 可以怎样 可以孕育 孕育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从这个 轮回生死的业呢 然后大家可以恢复到 可以修这个清净的法 然后呢 创造出的是什么 佛菩萨的这个法界 圣人的法界 那再来第三个意义呢 是什么 因不复受厚有 不受无生嘛 就是什么 他不会再来投身受报了 那这个是阿罗汉剧主的 这个三种的意义 那我们讲的是 其实在阿罗汉呢 讲到的重点在于 就是除了断除自己的色身五蕴 那但在大圣佛道当中呢 我们很强调的是什么 你不管这个色身 舍抱不舍抱 但是你的心念是怎么样 你能够常常可以 可以断除自己的烦恼 你可以知道 其实一切的法什么 在我们的心经里面 也就是我们整个 般若经的心药 就提到的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其实是当我们的心 一落入有的时候呢 怎么样 一切的什么 一切的这些八万四千烦恼 也都相应而生了 那其实这个所谓的后有 受后有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什么 这个色身报身的 不再有这个色身来受苦 那在大圣的修法当中 我们其实更重视的是心念 我们把我们的心念呢 我们朝向的能够去 朝向空般若的这样的智慧 活在实相里面的 实相是什么 无相空相 当我们的心念一生的时候呢 怎样 就是有相了 那当我们的心念能够什么 我们其实也提到 就是物无生乏忍 物无生乏忍是 其实是内心里面 对于所谓无生的这个真理呢 能够从认可之外呢 还有相当的体正 就是其实心不取向 我们常常呢 心是怎样 都是取向的 然后着向的 然后呢 还在向当中怎样 继续的照这个受身 受后续轮回生死这夜 我们就其实在修空般若的时候呢 就把我们的心可以带回到怎样 本来是这个 无明的这一些烦恼的 我们讲的瀑流吧 他其实是一直在照这些 十二因缘的 无明 原形 原事 原什么 六入 然后原明色 然后呢 处受爱取有 十二因缘的这个受身 其实当我们一念无明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当下都可以去 往内心去观照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起烦恼性的时候呢 一定都是什么 落入在这个十二因缘的 生死之流里面 一直寻寻的受身 那怎么样来断这个无明呢 不在这个十二因缘的里面 寻寻受身呢 你有强大的信心 知道其实这个无明是怎样 他是无死的 你要追 你要想说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烦恼心 要追自己的念头 永远是追不完的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身心 在现前的这个当下 安住于什么 金刚经里面提到的 无助身心 我们的心一落入有 来批判对错是非的时候呢 这个都是意识分别心 那我们时时刻刻在当下 十项当中安住 十项无项 你不用论一个理 说到底是我对 还是你错 还是你对我错 在对错是非当中 永远都是二缘的 还是落入有受身的 那我们能够知道 一切是什么 因缘的和合 因缘的和合 那其实这个也是 非常非常根本的 就是 就是 铜板的两面 它一定是什么 要有两面 它才会和合 它才会成一个铜板 对不对 那我们往往是 看到正面呢 就把另外一面 定义成反面 但是 其实我们光是正面的存在 能不能用这个铜板 我们光是只有 负面的这个铜板存在 它成不成一个铜板 它也不成的 所以佛法呢 其实在教我们看待 其实不是单一个条件的存在 它就代表了一切 而是什么 它有更多的重 重就是什么 数不尽的因缘和合 就好比说我们现前这个当下 菩萨们 我们大家能够一起的共学 我们有什么 有整个世界 我们就讲 现在你所处的这个环境空间的什么 平静 安宁 平安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来帮助我们学习 帮助我们聆听嘛 这不是只有我们耳朵能听 就可以达成的耶 对不对 然后包括有这个电脑 包括我们现在现场在坐 然后有椅子可以坐 让我们的身心可以舒服 安稳 然后呢 如果菩萨说 现在突然断电了 然后呢 又是另外一种因缘产生了 就也没有办法 完全就是继续的 我即使我们计划了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讲座分享 但是呢 其实任何一个条件不具足 或者是极端的气候产生 任何一个条件不具足的时候呢 其实就没有可能会产生 所以在每一个当下 包括我们这个色身五蕴 其实每一个当下信念的感受 其实少了一个条件 都不成为一个完整的我 但我们众生呢 我们反复的迷就常常迷在哪里 就是认知觉得这个身体是我的 然后呢 我所感受得到的一切的环境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是我在努力 都是我在奉献的 那但是呢 其实我们想想看 我们要成就一天的 食衣住行 我们有没有真正自己投入 我们自己的劳力体力去做 没有 不一定哦 就像我们现在穿的这一身衣服 让我们保暖 让我们能够进行人际的互动 我们有没有 每个人都是裁缝师啊 我们有没有人都去做布料啊 没有哦 所以你看这是现成的呢 我早上醒来 对啊 喂我的衣柜里面就有衣服让我穿 哦还有衣柜可以用 可是大家能够每一个每一个 元素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都去contemplate 我们都仔细的去观照 它的时候发现 比如说我们有衣柜可以用 我没有真正的去种植树啊 衣柜是从树木来嘛 对不对 我有没有种树呢 然后呢 甚至于我有没有去伐木呢 哎 我有没有去什么 哎 真正的在工厂里面去刨啊 去切割啊 然后把这一些木材呢 木头木块呢 变成是这么好用的衣柜 我有没有投入我的心力 有没有投入我的体力劳力 去做这件事 没有哎 甚至于大家现在 比如说都有很好用的手机 对不对 可以用 然后呢 一个关键词就可以帮我们 连同非常多非常多的整个 在网际网路里面的这个 无缘佛界的这一些知识库 知识学问 那我们也没有去发明这个手机 那我们有没有受用啊 哎 我们都受用了耶 我们都怎么样 哎运用它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便利了 那你会说法师 可是我都要付钱啊 不要花钱去 去去买手机啊 我还要每个月付这个WiFi的费用啊 电话的费用啊 那想一想 如果今天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 你还会去计较这些吗 好 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在每一个当下 我们能够在安全的时候 这个身心在在平安的状态的时候呢 其实每一天的出茶淡饭 我们能够从每一天的正常的日常作息当中 去看到我们需要感恩的地方 去感受到我们真正需要这个长养的这一种无尽的 无量无边的这种感恩心的时候 这个内在的一种满足的状态 感恩的状态 其实它就会从我们的内心来升起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重要 重关心在于说 到底这个我还要从外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去得到多少 那所以我们师父也常常给我们勉励 心安就会有平安 那在平安当中呢 会更加容易的来悟这个无声法忍 无声忍 我们在平安当中能够来祈修智慧跟慈悲 就很有意义 那不要觉得说我们 其实人能够修学佛道 没有记住一定的条件 也没办法的 那如果你身在于灾区 你的身 你的抱身是处在你的衣抱环境里面呢 是吃饱也吃不饱 然后呢穿也穿不暖 然后呢你没有办法 让你的这个 其实在马斯洛的这个人生的五个需求的层次 最底下的这个是什么 生理需求的层次 然后呢到心理安全需求的层次 都能够满足之后呢 然后进一步进到社会需求的层次 也就是人际之间关系的互动 然后人我的这个互动 自我跟他人关系的经营 然后呢才更能够在 对不起 更能够在进一步的 进到自我内在 自我的提升 然后自我的成就 自我自我的成就是什么成就 不是赚几栋房子 不是开几家公司 而是朝向自我内在的 心智的成熟 然后呢 你的品德美德的修养 然后甚至于呢 在我们佛教里面讲到了就是什么 自己能够断除烦恼 然后呢 开启我们的智慧 这样子的一个 自我提升跟超约的层次 一定要先满足这个基础的 这一些很基本的需要层次 才有办法进到 更高的一个层次来 对不起我喝口水 或者是我们先有一个break 那菩萨们 我们谈到这里有没有或者是 想要分享的或者是想要提问的 我们可以先做一点互动 好 这边有菩萨 成熔祥菩萨是吗 法师啊 就是刚才你讲的 道心中有意识 意识中无道 无 道 道心中有意识 意识中无道心 这个该怎么正确理解 因为这个万法 这个一切都是只不理心 不理空性 所以说这个该怎么去正确理解 这句话 好 那我们先讲嘛 道心是什么 道心是可以讲 也是讲自己学佛的心 心愿 也可以这样讲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道 有修学菩萨道 然后呢 有生文道 对 在我们佛法里面就有这个五圣嘛 就是有人天道 人天修的是人天善法 得到人天的果报 然后进一步呢 到二称嘛 就是生文跟原觉 那这也就是阿罗汉 就近位的话 阿罗汉能够达到的 就是有不同 生文是从什么 你还是要聆听佛法来修学 断除自己的无名嘛 好 原觉呢 是他自己已经理解了 已经有能够体悟到 这个十二因缘轮回的这个苦 十二因缘所造的这个因 那他自己能够往内自己原觉嘛 自己能够往内去原 原自己的 就是断除自己的这一些无名 可以自修自证嘛 然后呢 到最上的菩萨道 佛道嘛 那我们可以看 从人天的层次 然后到生文原觉的层次 到佛的层次 他的不一样是什么 那甚至于在更下三道 我们讲人天六道 在六区里面嘛 对不对 就是六种不一样的受生 那人天道 他是怎么样 得到人天的果报 那甚至于在更下三道 他是又是怎么样的身心状态 信念而得到下三道的果报 差异在哪里 这个每一个境界当然差异挺大的 就是他心怎么想就结什么果 是 好 那你提到了非常重点 对心想到什么就生什么果嘛 那我们可以看 我们如果用 我们其实修学佛道 不就是要出五毒嘛 对吧 贪嗔痴慢疑 那如果说 我们把它的比重 大家来看 我们用这个贪嗔痴慢疑 这个中毒 我们讲如果说 对于这个贪嗔痴慢疑呢 就是他的attachment 他的执着是更深重的时候呢 他就是落在下三道里面吧 对不对 恶鬼 然后就是 而且甚至于是怎样 就是在这个贪嗔痴慢疑里面 又持续的在造恶业 就一定得的 所感召的 就是下三道的这个果报 那这里重点要提醒大家了 这个下三道的果报 不是在于什么 我们往生之后 我们投生的去处 而是什么 我们讲一念死法纪 是在你现前 每一个现前当下的心念 举例说 我们都吃到 我们都有可能 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嘛 那你如果说 你吃到你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你是用贪心的心去吃它 然后甚至于呢 吃到控制不住 然后呢 就addict to it 变成了一种什么 一种成瘾的状态了 当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 使得你 什么 中道 就是moderate 就是有就好了 不要贪多 比如说像我们都 现在很 大家很喜欢去吃buffet 餐厅 就是吃到饱 会发现啊 你喜欢的东西 你吃到 你停不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是不是快乐呢 就不是了嘛 对不对 而且你吃了 你整个那个内心的状态 或者是你不吃你的身心 怎样 就会不自在的时候 你的心是不是在解脱的状态呢 肯定不是 我理解的就是说 在这里面的一时 该怎么理解这个 第一时啊 所以但是你 为什么我们佛法里面要有谈这么多的科判 就是说 如果我们其实照理讲 我们真正体振到的时候 我们当下执心就会知道那是什么 不用再靠语言来诠释来表达 那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当下就能够体振到那样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要用什么 要各种的 就像以在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佛教来讲 我们就发展出了八大宗 对不对 来诠释同一样的一个佛法 但是其实呢 这八大宗所引导出 所教导出的教法呢 都是引导我们朝向什么 新的解脱 开发出我们自己的 这个无尽的智慧 跟慈悲的这个力量来 那好 这个道心我就讲 为什么我们先从贪嗔 持慢疑来看 佛菩萨还有没有贪嗔 持慢疑 没有 Yeah Right 那但是下三道有没有 有啊 对不对 然后甚至于到阿修罗道 更上一层 他还是有层心啊 好 然后呢 人呢更是咯 我们随时心都会怎样 上升跟下层嘛 对不对 我们的心念随时会随着 自己的喜怒好恶 然后呢 就游游走在 这个六道里面 有时候我们比方说 我们来捐献 我们来服务他人 然后呢 很快乐帮助他人 护士的人有福 行善的人快乐嘛 这师父教我们 我们发好心来帮人 可是呢 怎么样 在做事的过程当中 或许有一些因缘的发生 使得怎样 自己起烦恼心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开始怎样 这个心念其实就落入什么 称心咯 对不对 就是恶鬼地狱 然后畜生到 其实称心 他所感应的也不是只有单 就是单单一个果报而已 其实称心他会衍生到 非常多非常多 那很多其实我们文记的 这一些心念呢 因为这一念的称心 其实会带动很多什么 其实也都跟贪嗔吃卖鱼 也都不会理哦 那所以讲道心 我也可以用另外一个 师父有给我们的一个勉励 叫做什么 敬愿 清敬的愿 好 我们在做任何的时候 比如说我发心发愿 来到场帮忙当义工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接受到别人的批评 我们感恩 然后我们接受到别人的赞美 我们也感恩 那你心中所谓的讲的 就是心中常怀敬愿 然后呢 成事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然后呢 我们的事情没有能够成功呢 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所以我们随时随地 把自己的心怎样 离两边 然后也不取中间走就近的解脱道 这也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在大圣道场里面 修菩萨道来立他 可是呢 我们的内心里面呢 其实师父为什么要带我们禅修 师父为什么要我们静坐 师父为什么要我们 要打巴士洞禅 让我们练习身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内心 就是培养 让我们有这个能力 可以来做自我的挑服 我们常常是身在哪里 心哪样 不在那里 对不对 然后心常常在在哪里 在司法界里面游走 那这就不是修订了 那如果我们可以懂得 其实一切烦恼怎样 它是因为音乐和和来的 那更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当中 还有无名或才会感召它来现行 所以当这个烦恼起现行的时候 我们如果好好的来怎么样 好好的来contemplate 好好的从这个烦恼心里面去认识 我的执着在哪里的时候 然后呢 你这个其实就是进入到 其实师父都有带着我嘛 从什么认识自我 肯定自我 然后成长自我 到脉象消融自我 这个过程 在做自我的提升嘛 好 那你我们可以从每一件事情 你想做的过程当中 你就去检视 道心中自有衣食 其实我们很多人是为了 衣食而没有道心 是吧 就是因为 我有一家子要养啊 所以我不能够只是跟你讲 我多一点善心善念啊 这样我会失去我的利益啊 我跟我的client在谈生意的时候 如果我慈悲他 那我就对自己不慈悲啦 那我该赚得的利益 我本来可以赚到10% 可是我慈悲他 那可是我还要考虑 我的经营成本等等这些 其实我们在修中道 我们在修这个道心 并不是教你所有的利益 你都放下 而是什么 这个道心是 我们能够顾及别人的利益 然后呢 同时也在不损自己的利益当下 然后我们怎样 照顾别人 同时自己呢 也一定会受到照顾 所以他其实是什么 两边都是说 双赢的 双慧的 那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你的衣食 而不顾你的道心的时候呢 你就是会 在德跟思当中 斤斤计较啊 那斤斤计较是智慧心 还是慈悲心 都不是 他绝对是烦恼心 好 那 我们可以举例 我们讲 其实在 在 就是有个谚语当中 有讲到叫做什么 快乐 分享 能够加倍 然后呢 痛苦 分担 能够减半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 同样的 你可以用物件去练习 举例说 我们在 就 生活当中 你有你喜欢 举例啊 我们用食物是最容易 我们可以得到的 或者是自己 所拥有物 你试着去 越练习 让自己去用一个 分享的心 跟别人分享 然后呢 你去感受 接着发生下来的事件 它所产生的果报 会不会因为 你会说我们 比方说 哎呀 我好不容易 举例说 举例说 我没有真的很喜欢吃草莓 我只是举例说 我喜欢 我非常喜欢吃草莓 好不容易 这个草莓 哎呀 现在 在餐桌上 就有个草莓可以吃 然后呢 我要一个人 全部把它拿走 虽然我很喜欢吃 如果以前 我还没有修行的时候 我就怎样 哎呀 我全部 我先看到了 我就先全部拿走了 我自己慢慢享受 然后就我一个人享受 然后呢 哎 但是呢 开始修行之后 我开始觉察到了 哎 我在吃这个草莓的时候 我一个人吃那么多 那我们旁边的人 怎么他们都没吃到 就只有我一个人享受 那这个是真的快乐吗 很多我们其实在 在生活当中 没有去反思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应该的 反正我看到 我就先拿嘛 那这是自我的 从自我出发嘛 自我的利益出发嘛 那但是可以去观察一下 这样子你一个人 完全把这个好吃的东西 吃完之后得到了快乐 跟说 也许比方说有时刻 那我只吃两颗 然后我留八颗 给等一下可能会来的人 然后呢 让他们也都能够吃到 这么好吃的东西 那你留存在你心中的 这一些反复反复出现的 这一些分享快乐的感觉 它是不是会源源不断 老师这样的话 能不能这样说呢 就是说 道心中也应该有意识 意识中也应该有道心 这样是不是平衡 这样是这样 我们希望是这样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需要回归到什么 回归到日常生活作息当中 有我们一样要吃啊 对不对 我们一样要喝啊 我们一样要睡啊 那但是呢 我们是要一个清楚绝照 醒觉 awareness 是有一个关照 清楚的心 来受用这一切的 衣食 那就会完全不一样 举例说 好就讲到衣食嘛 好我们用女众来比喻 好像蛮多女众都会什么 衣服买了一堆 连标签都没丝 挂在衣橱里面 然后呢 鞋子也买了一堆 连穿都没穿的 连包装都包装了 好好的就买回来 买的当下觉得自己缺一件 缺一双鞋 然后呢 结果呢 会发现一段时间过后呢 这些 这些衣服可能都怎样 都只是 变成占自己的衣橱的一个空间而已 它并没有真正发挥效用 这是什么 这就不是在用道心哦 好那如果你回到说 哦对呀 我花这么多钱 结果买这些东西 我都没有用 我还有这么多没用的 结果呢 有很多人是需要用而没得用 那我觉得这些是我怎么 我过去的贪心所产生的 然后呢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分享出来 给真正需要的人耶 那你就可以用 把你这些说出来的东西 拿出来跟人家做分享 或者是给别人去运用 那甚至于 我们也有遇过 我们其实还在进行排卖嘛 那菩萨们也都把自己 很珍藏很久的 这一些名贵的珠宝啊 很有价值的这一些收藏品啊 捐出来 怎样 易卖 然后呢 做公益 做奉献 那这也就是可以 一样啊 我们其实还是必须要 从衣食当中来展现道心的 好 所以您提的刚刚这个 其实已经是又进步 进一步 就是又进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跟第一个层次说 道心中自有意识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用利他的心 然后呢 道心当中 我们除了利他之外 我们还要怎样 要断自己的烦恼啊 要清楚自己的烦恼啊 要用清静的愿 来做利他奉献的事情 然后呢 所以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不落入是非对错 而是用清静的 那其实师父为我们开示的很清楚嘛 叫做什么 成事不畏极 我做这件事情 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 然后呢 失败无所损 你即使没有成了 这件事没成 好 你也没有什么好损失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个人 自人自我的利益 而去做这一些事情 而去努力的话 我们在每一个经历的事件当中 我们都历练 我们在断自己的烦恼 我们在承受自己的什么 朝向这个菩萨道的 究竟的慈悲跟智慧 比如说沿途不收生嘛 庄严佛国净土 成熟一切的众生 我们对自己的内在 我们让自己更加的成熟 自己的心智 然后自己能够所修的这个三德 都能够更加的稳荡 稳实 然后呢 又可以去利益他人 所以到心我们讲 如果说用一个名词 我会比较贴切的想 就是用实附 为我们解释的这个敬愿 用清静的愿 你来历练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不是用对错是非 来批判你自己 也不是用对错是非 去批判他 同样的 当我们接受到别人批判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也要怎样 也要去离对错是非 因为无上道 他不落入任何的有 然后你也不能执着于无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 你就是这个有 杂染身心的有当中 我们朝向什么 清静的智慧 解脱去迈向 那所以这也回到好讲 禅修是什么 从有 然后要修到无 所以如果用这个 道心中自由意识 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 心心恋恋 先互念你的道心 先互念你的慈悲心 智慧心 然后利他的心 然后你去观察 他得到的果报 是不是 你不用担心衣食 你该要有的时候 他就有 好 然后呢 如果你先把你这个 生活日常所需 或者是 这个在material的这个部分 你需要有相当一定的品质的要求 然后你去努力他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去检视 你所感受到的内心 身心的状态是怎么样 他绝对不会跟清静的愿相应 这样可以理解吗 这样能理解很清楚 对 所以 好 我们这一个再提醒了 所以呢 其实这个人间佛教 我们所学习的 这个究竟的菩萨道跟解脱道 他绝对不具于任何的时间 不具于任何的空间 不具于任何的对象条件 你在你的公司 就会是你的菩萨道 实践的道场 你在你自己的色身运里面 你去关照到自己的 这个身心的无名烦恼 然后呢 你可以断除自己的烦恼 然后开发更 开发出自己本来就具足的 这个慈悲跟智慧的力量 越加的熟练的时候 你常常是什么 用道心来经营你的人生 来过你的日子 你没有得没有失 因为你看嘛 我们其实头生来都一个小baby 呱呱追递 我们一件衣服都没带来 是吧 但是我们走的时候呢 却有这么多的东西放不下 对吧 所以其实这个道心 不是只有在 哇所谓的这个佛教啊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 寺院道场里面 才需要展现的哦 而是回归到你的家庭 回归到你的职场 回归到你的学悦 任何一个时间环境空间 你所对应的人事物 都可以这样子去实践的 那是 大家就可以去体会 你当你的发心 是用这种清静的愿 立他的愿 为前导的时候 你所感受到的内心 身心五蕴的状态 得到的果报 是不是 其实以我觉得 我实践下来 甚至于师父 历代祖师大的也就是这样 他们以道心为先 努力的来就是 断货 正真嘛 断自己的乳名货 正什么 正真实的 真实的这个真理 然后呢 他们其实不用花费心恋 在愁忧着 我的下一餐饭在哪里 然后呢 我的明天 我不知道我的下一餐该怎么办 其实师父有一个很好的 就是经历嘛 可以跟我们大家做勉励 其实师父在一开始 来到美国的时候嘛 不就是露宿在中央公园吗 对不对 那时候师父也没有house 也没有到场啊 但是呢 那个师父的另外一个弟子 跟着师父露宿街头 甚至于呢 去找一些人家 不要的食物回来吃 然后但是师父内心苦不苦 没感觉到苦 对呀 他的内心不苦啊 对不对 有的吃就吃 没有的吃 他也没关系啊 他不会因为说 没的吃 然后他就紧张 害怕 怕自己的生命活不下去 那甚至于 自己师父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也常常是这样 在闭关的时候 更是这样 那闭关的时候 其实自己没有办法煮嘛 然后都是在 就是有 就旁边寺院的法师 会帮忙师父送餐 然后就我们看到 师父在闭关那一段 常常是面临到怎样 也是三餐不济 这一餐有人帮他送饭菜来 他就怎样 就有的吃 下一餐 人家师父另外的法师 护官的 忘记送了 或者是有事情了 有施主来甘露了 时间耽误了 没有送 那师父有没有起称心 没有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是为了说 哎呀不行啊 我有一家 两家活口得照顾 我必须要怎样 积极营营的 在自己的厉害得失当中 计算去挤脚 可是其实 这个都与道心相违背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 我们用 长养自己内在里面去 关心别人 去利益别人 那去 当然我们讲 其实 我们自己不想要 经历的 我们也不要让别人去经历到 那这个是最基础的 我们常常用可以自己的心 去衡量他人的时候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对不对 那我们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慈悲 喜舍的心量 其实 是无量心就教导我们 慈无量 然后呢 喜无量 舍无量 慈悲无量 慈悲 喜舍无量 所以 在这个说婆世间 甚至于其实在 在法界里头呢 大家都觉得 你要积极赢的计算 你才能够养家活口 能够活命 但 其实在修学佛道 的真理里面 教导我们的是 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的 善心善念善愿 摆在第一 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受 菩萨戒 就是三句境界 愿断一切恶 然后呢 愿修一切 愿断一切恶 无一恶不断 愿修一切善 然后 无一善不休 然后呢 愿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 然后 这 当我们的心能够回到 受持菩萨戒 发的这个三句境界 去受持的时候 你的心是在忽念众生的 那也因为你不求而自得了 嗯 好 我们希望经营的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建设的是这样的净土 然后 因为我最近曾经看过一个动画 就是 食物在正中间 然后呢 大家有一圈人都有一个一个同心圆这样坐着 可是呢 大家都离这个食物非常的远 大家手上都有一个什么 很长很长的这个汤匙的饼 可以去reach那个食物 在中间那一锅粥 结果呢 这个第一开始的阶段就是什么 大家就是 咬了这个粥 然后想 拿了工具嘛 食器 往自己的嘴巴塞的时候 发现是怎样 因为那个汤匙太长了 你根本勾不到自己的嘴巴 你勾得到食物 你就回不到自己的嘴巴 结果呢 大家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 相争相恐后嘛 每个人都抢着药 赶快咬到那一锅粥 结果呢 在要 移往自己的嘴巴吃的时候呢 那个粥就马上怎样 就打到别人啊 甚至于打翻了啊 然后 就结果大家都没得吃 然后就饿了 然后第二个阶段的是什么 发现第一个阶段行不通 只是为了固保自己的肚子 然后 然后自己根本也吃不到 然后就开始怎样 有人发动了 开始怎样 我咬了中间的这一锅粥啊 我怎样 我喂给对方吃 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 因为距离很远嘛 我喂给对方吃 结果呢 对方怎样先吃到了 他可以活命了 然后呢 旁边人大家看到的争相效法 就是怎样 大家都 用了自己的汤匙 去咬这一锅粥之后呢 都去喂坐在他对面的人 然后呢 结果大家的这个色身都得到滋养了 嗯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吧 好 其实我们常常并没有看中我们内心 发的这个善心善念善愿的价值 可是呢 其实这个善心善愿呢 善心善愿呢 其实才是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 不是只有自己的福祉而已 是一体一切众生的福祉 大家都能够朝向一个 更加美满的一个生命的发展方向 去呈现的 好 那这也就是 师父要我们呢 把人间净土 我们要净土是怎样 哎 建设在这个人间 不是为了说自己这个色身怎样 哎 这口气进不来了 然后呢 去到都率天净土 去到阿弥陀佛净土 去到东方流离净土 那那是未来 那更重点是在于 我们在现实的这个世间 我们要先把这样 先人间的净土 人间的祥和社会建立 那这个人间祥和的净土 社会能够建立是要来自于哪里 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就建立这个自新的净土 你你自己常常跟你自己很相处的很和谐 我们也会懂得怎么跟外在的环境 能够互动的和谐 对不对 然后呢 来创造共同的利益 好 那这也就是人往经 人往经的 其实核心啊 人往 人往自己的内心 然后对他人有慈悲 然后自己呢 对自己有仁慈的话 自己也会跟自己怎样 这个色身五蕴常常是让我们也常在五蕴的苦当中 不和谐 那我们对自己对他人都能够施予人 仁慈的心慈悲的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祥和当中 然后呢 王呢 自己能够对自己的无名烦恼 可以知道可以怎么样断除 可以怎么去每支烦恼 扶烦恼到断烦恼 就时时刻刻可以自己心做得了主 好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 谢谢菩萨的提问跟分享 那希望能够对菩萨们有所帮助 好 那我们这一次的分享就到这边 我们先做一下回向 好 请和长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